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選出台灣精品 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它選出來的形象 向世界上溝通 台灣精品獎 台灣精品獎已經31年了 是以台灣當品牌的概念 把台灣的產品跟產業 帶到國際上去 所以在這裡面 因為煙花林最重要是創新的 所以我們對於新專利的產出 或者在技術創新的描述 功能有沒有出現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這幾年像IoT AI人工智慧 無論是加工或是在醫療 都有跟上這樣的趨勢 其實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我們在評審的時候也會看說 它是不是真的代表 他們那個產業的一個趨勢 或是一個楷模 我們這個品質組就是在評審 這些產品 在這個品質 這麼多個面向裡面 它是不是非常的出色 一個品牌在國際上有競爭力 它要資訊的收集 所以我看看它對於所謂的競爭者 市場的訊息是怎麼收集跟整理的 大眾傳播的方式 要讓大家都知道 我的品牌的形象等等 個人化的部分就是透過大數據以後 我們針對每一個客戶的需求 它的行為去量身制定 醫療啊或者是綠色節能的這一塊 台灣精品代表一個價值鏈的一個產生 所以我覺得它不僅是以台灣出發 對自己的島嶼的一個生活意向來做對話 那同時也是讓世界看到台灣 近的來經營指甲 你會發現它的產品的基本功都非常厲害 我們想要看到的其實是 更完整的品牌的生命 更完整的一個品牌的故事 真正的你要去吸引消費者 滿足顧客潛在的需求 可能你產品要不斷地去創新 提出跟以前不一樣的功能 而且讓顧客很喜歡 我認為 總共產業在裡面有更多的機會 你會有更好的機會 在未來的機會 在未來的改變 我看過過年來的改變 如果是与联系的话 与聪明、际球、聪明 我认为他最強烈的 台湾Excellence 必须只能挑选最好的 台湾经济的方式 我认为会在台湾经济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目的 可能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也不觉得什么 但是下次他在看 产品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台湾Excellence 他就知道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而且這可能你這個廠牌是有一定的地位 因為你在這個club裡面 這個俱樂部裡面 我覺得你會有很大的利益 因為它是一個很新的意義 它應該很大推廣 台灣應該會有很新的產品 所以台灣作為一個大品牌來講 可以讓國際上或是市場上 認識台灣的創新價值 我想這次台灣精品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存在